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前村子里住着一个叫做要不要的小男孩 这个小孩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想着要不要去做呢 这样犹豫着把时间都浪费掉了 早晨一睁开眼睛他就想 要不要起床呢 要不要把眼屎抠掉呢 要不要洗脸呢 要这样还是要那样 犹豫之中几个小时过去了 吃饭的时候 吃这个好 还是吃那个好呢 穿衣服的时候 穿这件好 还是穿那件好呢 犹豫之中又过了几个小时 一整天下来要不要什么事情也没做成 有一天要不要在家里犹豫 要不要去做事呢 整个村子里就只剩他一个人 这时村子着火了 吃火了 我要不要喊呢 要不要很犹豫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大火很快地蔓延开来 把整个村子都烧掉了 当人们回来的时候 发现村子已经变成了一堆黑炭 大家既难过又生气 纷纷责怪要不要 要不要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真希望我可以果断一点就好了 就在要不要那么犹豫的时候呢 我们决定在现场就要来讨论火灾这件事 先欢迎幸福专家汤教官 和老师大家好 汤康林教官 有十八年消防救灾经验 常在全台各地奔波演讲 用自身经历教大家如何在火场求生 欢迎我们可爱的亚伦老师 大家好 林亚伦老师 系纸国小教学组长 关心孩子在校生活的安全 全力推动防火教育及避难演习 现场的六位妈妈欢迎 也欢迎现场可爱的小朋友 好 先问现场的小朋友一个问题 好 像要不要这样 你觉得他应该做什么决定 都火灾已经来了 都这样 他应该要怎么做 谁想到要不要解决问题 说 先拿好所有贵重的家当 然后呢再通知居民 接着大家一起去逃生 谢谢你这个决定 好 也许你有别的计划 好 谁要告诉我 玉辉好 请说 我认为应该要先逃跑 性命为重 钱则是赐 自己跑就好 因为其实村民都不在 火灾蔓延的速度 也说真的 蛮快的 对 尤其我们房子 然后瞬间蔓延 你要村民都走了 你还要跑去叫他们再回来 也都已经烧光了 所以不管了 自己先冲了 跑跑跑 是不是 性命要紧 好 教官 哟 听他们杀我好紧张 请听 拿贵重的东西 什么是贵重跟不贵重的 那贵重要拿几样 哦 所以你没有事先做一些 家庭的逃生计划 所以当家里发生火灾的 第一件事 失火了 失火了 不管大跟小 一定要告诉人家 然后不管有没有人 大声叫 对 大声叫 如果火灾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逃 五分钟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火灾的时间没有那么短 所以五分钟够长 没问题可以跑那么久 对不对 好 游君请说 我觉得只有一分钟可以逃 因为火灾 烟只在一秒钟内就可以攀岩 三到五公尺 不错吧 不错 有概念 游君讲得很好 一分钟 一分钟可以啊 一分钟之内 对 逃生就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叫避难 发生火灾 第一个是一样叫醒家里面的 对 然后爸爸做灭火 然后去盼到火焰的位置 对 然后妈妈就赶快打119 对 然后小朋友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然后就从 你们平时眼内路线离开 那离开家里 别忘记一定要做关门的动作 雅雅老师 所以平常我们在学校训练 感觉没那么生意情绪 对 所以我们的那个危机意识不够 没错 好 大家来咯 先问现场的小朋友一个问题 好 你觉得是冬天容易发生火灾的话 请打叉 夏天容易的打圈 六个人觉得是冬天 其他觉得是夏天 为什么呢 夏天先生 玉辉说 为什么是夏天 我认为是因为夏天干燥 容易摩擦就起火了 好 柏骏为什么觉得是冬天 因为冬天常常在 冬天常常用暖乳 一不小心就会造成火灾 好 汤教官告诉我们答案是 冬天 为什么是冬天呢 冬天人的怀音速度比较慢 好 第二个冬天到的时候 大家电磁卤 电暖卤 会用的机会比较多 那因为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喜欢回到家里 然后在家里面煮一些 有没有东西 然后全家寄在一起 但是用电量就会增加 所以你看 好 大家来咯 马上进行快问快答 准备你的圈插牌 请问 最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 是厨房 对 还错 一片绿色的打圈 不要犹豫不决 坚持你的答案 说 周松茹你刚明你打圈的 你现在确定是 你刚明你打插 现在确定是圈 圈 只有蔡柏俊间只是插 为什么 蔡柏俊 其实大部分都是铁制的 这样比较不容易烧起来 那你觉得是哪里才是答案 大部分应该是房间 因为房间有很多 有很多柜子都是木制的 等一下再让教官告诉我们 你的坚持有没有道理 第二题准备 请问 家里最常发生的火灾是 电线走火 对 还错 松茹为什么打插 因为假如电线走火的话 就是比较不容易 电线不容易走火 所以应该不是那个火灾 我了解 你的坚持 下一题 请问 家里避免火灾 最需要准备的东西是灭火器 对 还错 最重要的是灭火器吗 不是 是生命 所有的消防设备都很重要 叫做 背而不用 用而不背 那我有个问题好了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灭火器是什么厂牌的 它自动会走来走去 那边失火喷两下 不会嘛 那就是要有人告诉你哪边失火 所以人在睡觉是什么感觉最敏感 这还要问吗 小朋友 人家睡觉什么感觉最敏感 是鼻子的请击手 有人坚持 对 那是耳朵的 人家睡觉耳朵最敏感的 拿签 我都听不到 耳朵 还是有人是耳朵 是皮肤的请击手 皮肤 人家睡觉说皮肤最敏感 好 那 我 是眼睛的请击手 人家睡觉眼睛最敏感 有没有 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击手 那不击手更厉害 小龙 乖他们头脑都不能吼 我回答我的答案 我觉得是皮肤 因为很热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热醒 太慢了 你每天早上起来 谁叫你起来 闹钟 对 所以耳朵最敏感 对 耳朵最敏感 你现在铺成老半天 就是要告诉我们 最敏感是耳朵 所以说要警报器叫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火灾在睡觉的时候 警报器最重要 对 而且警报器 这些家庭都没有 有带来吗 有 在这里 让大家看一下 让你的耳朵多敏感 教官出声音 好 这个警报器一定要装 装的时候 装上电池 这个证物店 所以美国政府规定他们 每一礼拜要测试一次 这个电池可能没有电 这个可能故障 那就按三到五秒安装之前 装到天文板的上面 刚刚那个邮金讲得很好 淹的每秒上升数是三到五公尺 没有错 很快 所以它震射到它就会叫 声音这么大声 所以晚上花生火灾 它就是叫起来 让你起来做一些 你要逃生 要报警 要做灭火的动作 比闹钟还大声 对 所以很重要是这个一定要装 台北市曾经调查 花生火灾五层楼以下 有七层是没有打119的 而是外面打119的 因为家里花生火灾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已经火灾了 对 没错 我们感觉太慢了 没错 因为是客厅失误 你在卧室睡觉 当你查解到的时候都来不及了 大家现在有没有开始有点紧张了 好 那我们要问了 各位亲爱的妈妈跟小朋友 家里有装教官这个 史上第一次见到这个 嗶咪嗶的这个东西的人 请打圈 我们有三个妈咪家有装吗 像一半没有 好妈咪 为什么我们家会这么好的 装上这个东西呢 直接讲 因为曾经家里 我就是在煮菜 厨房煮菜的时候 然后因为暂时离开 然后那个锅子就突然起火 有整个冒浓烟 所以那个警报器就是 大声叫 对…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才觉得说 警报器的重要性 那因为那个是整栋大楼 我们就是都有安装 对 有安装 可是教官 有的人打圈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是新大楼 就会装 对不对 六层楼以上的大楼一定会装 一定会装吗 现在最怕是五层楼以下 我们就是住五层楼以下的呢 教官 五层楼以下因为它的面积不够嘛 然后法规没有规划到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今年的1月1号开始 我们消防署希望前省的 这个妈妈有听到 小朋友有听到 回到家里一定要教 把妈妈装警报器 警报器 大声地叫你 警报器通知失火了 接下来要逃出火场 就得靠知识咯 你学过这些知识吗 失毛巾掩住口鼻 用塑胶袋包裹新鲜空气逃生 赶快开门逃生 躲在浴室或衣橱里 赶快找水灭火 如果你都点头的话 那可就大错特错咯 这边大错特错的火场逃生法 其实逃生就是一分钟 你看到火 看到烟就离开 为什么要去准备干失毛巾 但失毛巾要去找水 那基本上找水浪费时间 对 因为你看到火 看到烟 你没办法灭火就是逃生最重要 对 所以我们在鼓励民众 不是不鼓励民众做灭火的动作 你们家的热桶烧起来 你当然会灭火 那重点是很多时候 是一看到烟的状况 已经是沉灾了 你来不及反应了 所以才叫家里面人 一起做逃生的动作 逃生就不要刻意去武装一些东西 去拿贵重的东西 那什么是贵重的东西 衣服拿起来马上就干毛巾了 就冲了 对不对 没错 如果需要就撕毛巾 就是对着两三指就变丝毛巾 所以比较好 那塑胶带呢 烟的温度可以到600度 那一般塑胶带 只能耐100到140度 就塑胶带掏方器上 是有危险有风险的啦 赶快开门逃生 有什么错我不懂欸 除非你看到火看到烟才要离开 那如果说 不是你们家花生火灾 所以你要去听广播 听大楼的广播 是哪个地方花生火警 不要贸然想做跑的动作 除非你看到火看到烟 可是你不是说 看到火看到烟就来不及了吗 没有你看到火看到烟就失火啦 就大声喊失火失火 就离开嘛 那很多状况是因为 你没有看到火看到烟 像炉州大喜事 是楼下失火了 那大家都跑 没有跑的都没事 那跑了不是死就伤 太紧张了反而 对太紧张了 因为你一定要往楼下跑或楼上跑 那楼梯已经充满熔烟 所谓的烟囱效应了 那跑进里面那就温死的 因为烟的温度可以到600度 那这时候只好做关门的动作 打119 不要让烟进入你们家 保护前家 然后靠窗户 让银梯车让消灭能够救你 是这样子的 然后有人认为是 躲在意识有新鲜的空气 但是意识里面没有新鲜的空气 那如果说你躲在水里面 那水跟热的传导系数 600倍 对 那你跑到水里面就跟那个 滚起来 滚起来就跟那个一样 反而被这种水烫到是不是 对 反而是你们家的阳台 或者是你们家的路台 才是最后的闭火场所 闭火是在意识里面 所以这个也是错 对 立刻找水灭火 除非你们家真的有消防车 那你的水要多大去灭火 很多时候都是 因为这是基本上网路上的一些 错误的知识 就是我们要稍微跟民众讲清楚 好 那现在重要的来了 请问现场的小朋友 爸爸妈妈有跟你讨论过 要怎么逃生的人 打圈 遇到火灾啊 我们家要怎样怎样啊 我讨论过了打圈 从来没有了打差 说说看你们讨论了什么 来 谁要告诉我 讨论了什么 来 志颖 讨论过什么 我们讨论过 我们家的安全门在哪里 你们那一栋楼的安全门就对了 然后要看到火灾的时候 要打119 这个学校老师也有教 我了解 好 尤君说你们家 讨论什么 就是当然是要赶快跑 只是要看火的位置在哪里 不要往火的位置跑 嗯 然后要尽量往低处 然后如果有看到门 而且正好火是在家里面的话 赶快开门赶快跑出去 好 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但你讲得很清楚 妈妈来了 我们可是家里的重要支柱呢 有讨论过 火灾要如何逃生这件事的人打圈 从来没讨论过的打差 一开始还是要研判火源嘛 那尽可能还是往低处 然后才低姿态的逃生 好 妈咪 那你们家呢 讨论了什么 我们家也是因为住高楼层 所以一定会有电梯跟楼梯 那我们通常 我有跟小朋友说 千万发生地震或火灾的时候 都不能往电梯里面钻 因为他可能想说坐电梯是最快的 除了电梯这件事之外 还有告诉他 我们家的灭火器是摆放的位置 对 然后通常平常的时间 我不会让他们随便进出厨房 然后搭火机跟火柴是 不可以随便乱玩乱碰的 对 我都会把它放在比较高的地方 不让他们容易拿到 很不错耶 还有哪个妈咪说 我们家确实做过万全的准备 也是叮嚀小孩说 火灾的时候不能坐电梯 教官 在你说话之前我先问亚伦老师 亚伦老师 我学校 是 有给小孩做功课说 回家讨论那个防火避难计划吗 我们现在是在推一个叫 家庭防灾卡 对 那个是关于就是说 如果发生灾难的时候要怎么做 然后要联络谁 紧急联络电话 然后如果说是在外面的话 你集合地点 然后或者是社区附近的 避难中心 这个是在新北市 目前是有这样的家庭防灾卡的部分 那也是鼓励小孩子 就是回去要讨论家里的逃生怎么做 教官 综合大家这样的讨论 你满意吗 不满意 你看 在教官的眼里 我们的家庭逃生计划有漏洞 对 第一个 是少了什么 对 第一个就是 花生火灾警报器会叫 所以买三宝 第一宝探测器 第二宝没有器 没有器会放在客厅的第一个门 让前家知道 然后没有器 基本上是希望各位离开家里面 那第三宝就是手电筒 因为在暗的环境之下 他们会提供灶幕 那两个出口是 不管是门或窗户 一定要两个出口 或者是窗户有露台阳台 能够多一个机会逃生 那最后一个 一定要每半年演练一次 然后一定要立定一个集合点 把妈妈下班回到家里 小朋友在屋子里面 就有大的花生火灾 把妈妈冲进屋子里面 小朋友呢 跑走了 对 就是这样 你应该立定一个集合点 发生地震 发生火灾的集合点在哪边 然后能够在第一时间见面最好 可以这样关两个出口 一般都是一个出口 我记得我们家前面阳台装铁窗 对 其他窗户外面有铁窗 对 铁窗是关自己的 而且关不了小偷 对 关不了小偷 所以一个出口太危险了 一定要两个出口 多给家里一个机会 浓烟密布的火场中 离地板越近的地方 越可能有紧存的新鲜空气 所以低姿势爬行是很重要的 求生技能哦 快来测试一下 现场小朋友的动作正不正确吧 一边拿出来跟我说你要怎么做 好 好紧张 行动 我因为很暗 所以我会摸着墙壁 请走 然后靠着 摸着墙壁 好 然后吁吁如生啊 很低 它非常非常低 然后摸着墙壁 然后吸墙角这边的新鲜空气 你那是麦斯林的毛巾吗 好 你回来 你回到旁边 你刚刚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 我 我没有屋住口衣 好 我们给万小姐 万小姐 你要怎么做 屋住口衣 它用手 它用手 这样子 一般这个是 我们现在教的标准动作 错误的标准动作 它记忆外骨走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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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 它 好 我 我 你刚刚为什么决定要用手屋 好 你的想法 因为感觉在手屋住的话 比较外面的 烟喔 烟比较不会跑进去 比较会有新鲜空气 教官 我听起来 你对他们两个都不满意 对 对 别怕 我动力 我们有一个要示范的人 掌声鼓励 好 谢谢你们两个 好 谢谢你们两个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一定要到那个地方 不管是暗的 或是有烟的环境下 对 你为什么会这么慢才离开 那真的要离开的时候 就是你确定那个地方是安全的 安全的 只要离开就是OK 没问题 好 那烟的墙壁是因为你有方向感 你如果这样的方式出气 里面有方向感 你不知道东西南北 因为现在已经很暗了 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你要烟的墙壁出气嘛 对 那新鲜空气是在地板上面 大概10到15公尺分有新鲜空气 所以你的嘴巴鼻子要贴个地面 贴个地面 然后小朋友刚才做的动作是用蹲姿 蹲姿是不行 那蹲姿你用这样 撕毛巾 肛毛巾是没有效果的 是没有效果的 那烟有温度 对 你这只手会被烫到 身体会被烫到 烟是有温度 烟温度可以到600度 那你倒不如就趴得更低 因为烟上面有中性带 就是温度在上面 那底下会有新鲜的空气 是 所谓的通风死角 那我试完一遍 第一支是是这样子 哇 糟糕 让我快哭了 用这个方式 然后手肘去碰到墙壁 有方向感 你这个撮的方式是 头背撞到东西 而且你爬到楼梯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爬楼梯 就往下掉下去了 那用这个方式就不会 因为你很低了 所以你不可能掉到楼梯下面 第一个问题是 你看到门缝 门缝有光线 你眼睛够低才看得到光线 你用蹲的方式 你看不到门缝的位置 没有显现出光线在哪里 所以你要试一下 那这个是在美国小朋友 一年级的避难逃生 第一个东西叫低知识爬行 而不是教小朋友 怎么使用灭火器 所以你意思说 你现在就是以这个方法 一直爬好吗 一直爬 爬到出口的地方 就推到安全门 离开 把安全门关上 就安全离开这环境 该不该给教官掌声 就是手肘一定要推在地上 手肘 手肘一定要整个拼在地上 因为你手肘不拼在地上 你身体会高起来 所以你这样才会拼下来 如果用手掌 你身体是不是就会往上 对 这样就是把身体压下去了 而且手肘是可以摸前面的东西 虽然教官气喘 徐徐在姿势很标准 所以我们的练习都太轻松了 太随便了 所谓的烟雾体验是让小朋友进入熔岩里面 基本上就是给错的 有烟我们怎么会进入房间里面 那是你现在要离开这个环境 是因为你知道安全门在哪边 没有其他出口 不然你进入那个熔岩环境 已经是错的嘛 教官好 那现在哦 在这一分钟逃生里面 再给我们最重要的重点提示 大家记住哦 第一个 花生火在第一件事叫家里面的人 第一个花生火在飙茂囊跑到楼梯里面 对 要去看楼梯有没有烟 然后家里花生火在离开 一定要做关门的动作 然后家里一定要做家庭逃生计划 就是两个出口 然后买家中消防三宝 探测器 灭火器跟手电筒 那最后一定要立定一个集合点 每半年做演练一次 因为家里有老人家行动不方便的 要怎么方式让他离开 所以老人家跟行动不方便 要住比较低的楼层 类似乡家 了解 亚伦老师 是 请给我们重点提醒 其实带回学校的是 老师的观念一定要先建立 才有办法带给我们的小朋友 正确的观念 就像刚才的爬行 其实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正确的爬行是必须手肘 对啊 而我们以前学到的 甚至于我带孩子到 房灾馆的时候 其实真的就是只是走进去 然后他蹲掉 那味道好香喔 玉米味 对 而且我现在有正确的观念 我回去我就可以知道说 要怎么样跟我们的老师 跟我们的学校的学生 来做一个正确的观念引导 所以期待所有的老师也一起来 好 正确的观念 所以说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 情境也念太重要了 不然观念永远是观念 当他付诸行动的时候 还是有差距的 好 就像教官讲的哦 我们一定要马上行动 尤其是家庭逃生计划 等一下就开个小小家庭会议 大家先想好 然后半年演练一次 安全最重要哦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 谢谢 欢迎你随时登录 生活不一定需要忙碌 简单的快乐就是最大财富